上次跟大家讲了打仗的事 大家知道中国和韩国距离是很近的 中国最近的戎城市距离韩国的最近的边界岛屿 才93海里 172公里 才100多公里 中韩最近的地方才100多公里 美国的军队一直都在这块区域 中韩之间这块区域的公海上进行军事演习 所以不管是在日照 连云港 很多地方居住的 这些中国的市民 现在已经经常能够听到美国飞机在军事演习中 突破音障的那个轰的那个声音 有人说这什么F22也好 什么F35 反正不管是什么飞机吧 咱不知道 但是突破音障的声音大家都能听见 而且不是中国公告的 所以刚才有朋友问战争 其实可能战争距离中国已经特别近 特别近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真的局面挺不好的 真的局面挺不好的 中美看战谁会赢 你还用问吗 这个问题是问题吗 就是中国拿啥和美国打 我一直都没整明白 就我们拿啥和美国打 我们自己造不出来芯片 我跟大家讲一个很逗的事吧 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 在中美关系最好 中国计算机最往上上的时候 我们的高科技好像最荣光的时候 我经常听到的词叫什么 叫赶超 叫模仿 叫填补空白 听得明白了吗 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认为美国比我们先进很多 我们是要往上追它的一个过程 现在呢 我们什么屁玩意都没了 芯片也停了 什么玩意都没有了 我现在听到中国 形容中国技术最多的一个词是什么 叫遥遥领先 你妈这他妈脑子不是被驴踢傻的吗 你跟全世界都连接 你的技术跟全世界都能支撑 大家都帮着你的时候 你还叫填补空白 你还叫追赶 他妈被封锁了 狗屁玩意都没有了 你他妈改名叫遥遥领先了 你妈这个大傻子 然后现在我们的什么 什么Mate60吧 可能华为出的 7纳米芯片 那还是勉强算的7纳米 然后就告诉比人家 苹果新出的3纳米芯片的手机 牛逼多少 中国的7纳比 别人家3纳比都牛逼那么多 中国真他妈摇摇领先 这不是傻逼思想是什么 就是现在咱们能不能 我也不知道中国国内的人 就是现在真的就不怕傻子多 傻子泛滥 您当年谁都帮你 那么多海外科学家 那么努力的帮你 您还叫追赶 还叫模仿 现在谁都不理你了 您就遥遥领先了 哎哟 没法聊 所以您问我中美打仗 拿啥个人美国打 你能生产芯片吗 你能生产内存吗 您那长江存储那个玩意儿 能支撑得了吗 是啊 就是我们现在都在拿啥呀 我那时候跟大家说过 你都起不来 因为你的暗机 暗机只能40海里 不到100里 因为地球是圆的 你没有空机标准 你的预警机 你所有预警机产生的这种压制 信息压制 就是无线电压制 各种各样的压制 你都没法跟人家打 没法跟人家拼 人家跟你都是飞机上的导弹 你知道陆机的这个导弹 也好海机导弹 那得从零起来 加速就打过去 您一开雷达 一要打人家 您起来加速 人家都是空机 上面带个速度的 您还没到顶上呢 人家导弹 后发先制就打到你了 这是常识 大家知道它是要从零 加到一个很快速度再出的 中国没法打空机 人家全是空机的武器 要讲以后有时间 其实以前跟大家讲过军队的事 讲得很细 我们的舰船 我们的飞机 我们各种这样的问题 就吹牛逼吹到什么场 我们现在发动机 比人家F35还是F22发动机 还先进 你吹啥牛逼啊 中国叫做模型大国 他们一开展会就出模型 整那么一堆烂模型 然后你出来的狗屎玩意儿 就我们现在发动机 狗屎玩意儿 判了三年出了模型 结果现在出了一个真正的样品 还在黄标机上用 还在改 而且还不是矢量发动机 就赶超美国了 就是中国人 为什么我说 他跟美国打不了 你有一个基础认知 也就是我们到底比人家差多少 你最起码有个基础认知 吹牛逼 能够吹到自己都相信牛逼的程度 这得多蠢的人呢 这得多蠢的人 自己吹牛逼 把自己吹的都信了 没法说 所以没法聊 真没法聊 打不了 开个玩笑 我们那个卫星定位的芯片打屁 说我们的手机在欧洲卖 华为手机在欧洲卖疯了 您装啥卡能告我们 欧洲哪个国家给你华为 国产的华为手机开卡了 您那卡装能使就卖疯了 拿个空手机连卡都不装 哦他装中国卡 欧洲人会装中国的移动和电信卡 是吗 卧槽太牛逼了 所以华为在欧洲卖风 就这新闻在国内都能出 我有时候也不知道该说中国人的蠢 现在智商怎么就低到了这种程度 就是什么胡说八道的话 但凡你用脑子真的稍微想一下 你就知道 这个话真的胡说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你说咋打仗 咋打仗就除了吹牛逼就剩吹牛逼了 咋打仗 军队一层层往上 就跟航天一层层往上 都是吹牛逼吹出去的 咋打仗 现在其实已经挺难的了 闭关锁国 你们现在出来移民就已经特别难了 你现在也知道 你现在日本 日本已经没有给中国的工签了 那你说拿着工签去韩国 抱歉韩国打黑工的人 把工作机会都抢没了 对吧 您说新西兰 新西兰那中国人都泛滥 那澳大利亚 那澳大利亚现在多严格 精英技术签 现在整个的分提了十分 就一大批人都卡掉 因为中国人太多了 你说加拿大 加拿大两千万人 现在恨不能 是两千万几千万人 现在加拿大恨不得 百分之十都是中国人的 移民过去都中国人的 你说美国 美国现在反华的中国人的这种情况 所以呢 你说现在没有闭关锁国 但是你要签过去 你已经是很难了 已经是很难了 对很多地方 有些国家 比如英国原来拿五年工签 你可能就能拿到英国的永居 其后办护照 现在估计要改政策了 要改十年 对吧 所以到海外 现在的难度就特别增加 当然了 有机会走 一定还是建议走 拿永居很多地方 还是很容易 一定还是建议走 不走要出问题的 缺劳动力 日本永远缺劳动力 但是他有指标啊 人家对哪个国家工签 他有指标啊 就没有办法 那就这么着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听我忽悠 听我砍大山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